婆婆 你要死掉了 老老媳妇 你胡说什么呢 婆婆 嫂子说你要死掉了 没胡说啊 你 你没 婆婆 你瞎掉了 老老媳妇 你太瞎掉了 你们太过分了 婆婆 你真是瞎掉了 对啊 婆婆 瞎掉了 婆婆 今天真是奇怪 既然婆婆不要了 那我们就拿回去做天赋罗吧 今天做一个老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天赋罗 想学的朋友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一起做哦 首先去掉虾线 把处理好的虾划几刀不要切断 这样炸出来的虾就不会打卷了 接下来我们用小野家这款无铝配方的炸粉 零香精零反腐剂 孩子吃着更放心 一袋炸粉加烫好的葱花 再加160毫升的清水 调成这样浓稠的酸奶状 把我们的食材裹上粉糊 油温六成热就可以下锅炸了 盆里面的味道都是调好的 像炸虾这种小料就不用再放其他调味了 你们听着声音又酥又脆的 嗯 老姐姐一口羊下去满满的虾肉啊 好吃吧 小野家的粉还可以用来炸瓶菇 炸南瓜炸排骨呢 嗯 那我也要用它来给我儿子炸秋葵 当然可以啦 奥西夫 我到处找不到虾 是不是被你们捡走了 婆婆在这儿呢 好啊你们 早上对我没大没小的 现在又吃了我的虾 你们真过分 什么啊婆婆 早上我们喊你虾掉了 是你自己不理我们还走掉了 虾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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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 哦 哦 原来你们说的是 我的虾掉了 对啊婆婆 你也要死掉了 嗯 那奥西夫 你又胡说什么 婆婆 你你怎么了 你睡要死掉了呀 嗯 哦 睡睡要死掉了 婆婆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吗 没有吗